强盗的觉悟 有个强盗向七里禅师抢劫 钱拿出来,不然就要你的老面 钱在抽屉里你自己拿,但是留一点给我买食物 修了别人的东西,应该说声谢谢啊 谢谢啊 后来这个强盗被捕了 他抢了你的钱是吗 他没向我抢,钱是我给他的,他也谢过我了 这个人步行其满之后,立刻来叩见七里禅师 求他生为徒弟 放下屠刀,立别成活,是很难做到的 是什么力量,使人放下屠刀 爱信罢了